我們對於整個諮詢文件 當然裏面有很多細節我們還要去討論 但整體的評論先就是 我們覺得整個諮詢文件 整個思維是關於香港未來的人口政策 是未可以做到以人為本 而是做一個以商為本的人口政策 整個傾向是怎樣令到香港商界得到充分的勞工 但拿得來也是用商界最擔心的 就是工資不可以提高 亦是有一個壓抑工資的傾向 令到商界可以得到勞工 變成我們無論看很多問題 講到生育問題 勞工問題 退休年齡問題 全部其實他的思維都是 最重要是為商界服務 而不是為香港市民以人為本的角度 去處理所有人口政策的問題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大家最清楚知道就是 商界現在吵鬧很緊要 經常說是勞工短脫 而裏面的諮詢文件裏面也說 2018年是差一萬四千多人 變成怎樣去解決呢 他們用一個最懶惰的方法 特區政府用一個最懶惰的方法 也可以說是一個喝澄止渴的方法 就是輸入外勞 輸入外勞的結果是怎樣呢 大家都知道一定會是壓抑工資 另一方面也是壓抑了本地的勞動人口 有潛質的勞動人口 進入去就業 叫本地人去就業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懶惰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正正經經 是真的想處理香港的生育 勞動力不足 你不去解決那個勞動工人 或者市民、婦女 為什麼不肯出來做事的問題 而去輸入外勞呢 你只會那些婦女更加不出來做 只會那些年輕人更加是難找工作 所以我們覺得優先地應該令年輕人有事做 令婦女出來做事 而輸入外勞呢 跟這件事是有一個的矛盾在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婦女出來做事 你就應該是搞好個託兒和課餘 託館服務 你如果想年輕人出來做事 亦都是有一個前景 有一個社會的流動的話 你是應該令到他們的技能那方面 或者是那個就業的意欲那方面 是可以提供 或者有配套措施 是鼓勵他們一路向上流動 就是我們覺得要做這些事情 或者另一方面就是 婦女為什麼不可以出來做事 亦都是因為 除了託兒的問題之外 亦都是你真的出來做事 你根本是沒有任何家庭的空間 所以政府又經常說了很多很多年 剛才又再說 我們亦都聽到很多次 說要搞家庭 工作間的家庭友善政策 但是說了那麼多年都搞不定 都沒有任何改善 沒有任何家庭友善 大家見到工時仍然這麼長 如果工時長到十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的話 你叫婦女出來做事 然後倒轉 外面的工作條件這麼差 工時這麼長 人工低 你倒轉就怪我們香港市民 不肯出來做事 然後就說 你們不肯出來做事 那麼我輸入外勞 這個邏輯是完全不對 所以也完全不是以人為本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 本身 雖然他整個諮詢文件 沒有說到一定會傷外勞 但是他的傾向性是很明顯 我們很憂 其實他的方向上是完全錯誤 完全都是配合商界 要壓抑工資那方面 而不是真的去解放 或者是推動香港婦女就業的方向去走 我們覺得這個是很失望的 我交給超雄和何秀蘭 講了其他 還有張國主 然後大家可以再講一下 好 超雄 是因為現在下面開補拐 我講完要走 就 失法修訂 那麼人口政策 其中講著這個 勞動人口不足 那麼現在又說要考慮輸入外勞 但是林鄭也指出 如果有好的 足夠的 過托和幼兒托管的服務 其實是可以釋放五十幾萬的婦女 的確現在大概有五十二萬的婦女 是照顧者 而香港婦女的勞動參與率 是在2012年是53.6% 那麼相對於外國 我們不是高的 譬如說在瑞典是說67.4% 在加拿大是62.4% 即是其他一些先進國家 是說六成以上的參與率 我們是僅僅超過五成 那麼這個參與率為什麼低呢 如何釋放它呢 很明顯是要給多一些的 就是幼兒的託館服務 和課餘託館服務 那這些幼兒託館就是說 0至6歲 課託就是6至12 但是我們看看現在香港有的服務是多少呢 這座的全日製的幼兒中心 那個名額是全香港只有690個 互助幼兒中心就是314個 那麼算上暫託那些都是434個 再算上這個輪社 輪理支援幼兒 即是那個社區保母那個呢 就是720個 加起來都是大概2000個位到 那0至6歲呢 香港就有30萬6640人 那如果計現在的幼兒託館的名額呢 佔我們幼兒的人口呢 大概是0.6%左右 即是1%都不足 那你可以想像我們那個幼兒託館的 就是提供的比例是低到 那麼課餘託館呢 我們就有5404個 相對於我們的6至12歲的人口呢 就有36萬9千人 大概呢 佔人口呢 1.5%左右 即是6至12歲 在小學這個階段 只有1.5%的小朋友呢 是有這個貨餘託館的這個幅度 就是這個是資助餅 那麼大家可以想到那個 就是杯水車身的程度有多誇張 那麼如果我們說真的要釋放婦女的勞動力呢 政府是真是暫無黨派 要大量提升優宜的託館 和科技託館 如果不是呢 根本呢 就是空口講白話 那麼另外我想提多一點呢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業人數不足 那麼 政府就說 林鄭就說 其實都應該鼓勵多一點 新移民 殘疾人士 就業 我想正在殘疾人士這裡講一講 其實如果以這個 就是統計處的數字 殘疾人士那個 經濟參與的比例很低 只有13%左右 就是佔殘疾人口 其實為什麼這麼低呢 就是因為根本的工作機會太少 市場根本不會請他們 那麼如果真是要鼓勵殘疾人士就業 政府應該帶頭 他應該用一個指標 就是每年他應該會 有個目標呢 就是說 聘用的人士 佔多少%呢 是殘疾人士 然後用這個指標呢 帶引到所有受資助機構 公營的部門 官方或者是 所謂法定機構呢 都要跟這個指標走 那才有機會呢 大幅增加殘疾人士就業的機會 如果好像他 扶貧委員會那裡 提出來說 做一個什麼 能者聘之的約章 就是一個自願性 然後給一些機構說 我們會盡力去做 那這個是浪費 那這個指標計劃呢 其實我們都講了很多年 那可惜呢 政府都是 完全未能夠有正面的反應 那我講到這裡 好 那或者是 然後 阿柱不如你坐過來 這件事 整個特區政府 港真人口政策呢 就是將人當做勞動單位 這樣看待 或者呢 就是當是 政府開支 洗錢單位 這樣去看待 那這個政府 真是窮得只會計錢的 無論他以往 講我們人口老化 他擔心的是 醫療開支 他擔心是 這批老人家 退休之後 負擔不到自己 要拿去社會福利 所以 無論他講 吸納新移民 他是吸入 新的勞動力 然後 到他講 這個輸入外勞 也都是從這個經濟活動 需要那裡 去看 香港社會的人 其實人口政策 包括的呢 當然不單止 只是經濟活動 人口政策 需要包括的 還要看 我們家庭結構 帶來改變 對整個社會 對每一個人的影響 例如 當我們現在 越來越多 一孩家庭的時候 這些 獨生子女 在 小時候成長的時候 在家裡很嬌重 大個很容易變成 責男責女 不懂負責任 然後到他成年的時候 要一個人 去負擔 兩代的家長 你真的 四個老人家 輪流去看醫生 入醫院 這個一孩 其實都是會很大的 精神負擔 但是呢 我們那個人口政策 是完全沒有看到 這些家庭結構的改變 去做回 有遠見的配套措施 也都例如 我們這一代呢 還有人被我們叫 兒媽姑姐兒獎 大家想一下 那些一孩家庭 兩代之後 沒有了表哥表姐 沒有了兒媽姑姐 他們是完全什麼 家庭支援都沒有 到時呢 個人 家庭的互相支援 那個責任呢 全部是會 走到社會那裡 那麼我們社會 要早作準備 才行 但是現在 政府還說 退休啊 各樣都是個人責任 他們完全看不到 我們現在家庭結構改變 將會帶來社會矛盾 另外呢 就是那個 遲婚的問題 林鄭只說生育遲 對她來說 就是那些新的勞動力 補給遲了 但是她沒有想過 為什麼大家遲婚呢 從婦女的角度 通常啊 現在普遍都是 因為一結婚呢 大家去負擔這個 家庭責任的時候呢 往往就是女人的分夠豬頭骨的 往往呢 就是要放棄自己事業的發展 所以現在這一代 年輕婦女 持婚 是很普遍的現象 持婚 就當然是持生育啦 但是其實問回醫學界 一個婦女的身體狀況 黃金的生育時期 應該是二十五歲以上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呢 很多第一胎的媽媽 都已經是三十 甚至是三十四五歲了 大家可能身邊大家很多朋友 都看到這個 就是第一胎 越來越持生育的現象 那這個對那個孕婦的身體健康 可能有很複雜的影響 那個胎兒的發展 未必能夠如一個二十五歲的人婦 這麼健康 另外呢 就是她將來去養育子女的時候 兩個家長的年齡都已經大 他們根本沒有精力去照顧孩子照顧女 那所以我們也都要想回頭 我們這個社會 為什麼會令到大家這麼遲婚 那大家都知道了 你讀完大學二十二歲 二十五歲 你還了grant loan 就是去賺錢擺走都很困難 大家年輕記者都苦笑 這個問題 所以當我們講勞動力補給 就算我們講得這麼非人性化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去看那個原因 其實是好人性化 也都必須用好人性化的方法去解決的 到最後 我剛剛在下面講完性小眾權益 在這裡我都要講 性小眾是佔每一個社會的七個百分之十個百分之 當我們講家庭支援 當我們講政府不想負這麼多社會責任 要將這個責任推回家庭的時候 但是我們剝奪了性小眾成家立室 領養兒童的權利 一方面政府想省錢 一方面有人想負責任 但是惡於社會保守 拿走了他們這個法定權利 在這裡我要講政府第一 應該真的要以人為本去出發 如果以人為本 往往那個得益 就算用錢去計算 那個得益都是大的 那這裡政府真的要撇開自己的計數機 真真正正去看回人的需要 去制定人口政策 不要以人幫相計打本 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人口政策不只是講勞工 不是講生育 我們都要看看我們的長者的增加 今天大家都知道 大概九十幾萬的 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 去到二零三零年的時候 大概是有二百萬 二零四零年的時候 有二百五十萬 換句話說 我們的長者的帝星是倍數的 於是乎我們看回六十五歲 我當是拿到這個強積金下 之後呢 其實他有二十到二十五年 退休的生活 因為大概現在的壽命呢 平均呢 都是八十五到九十歲之間 那就是換格來說呢 四分一世紀的時間呢 是長者退休的時間 究竟我們的社會 當時的政策 會不會幫這些長者做準備呢 那如果去到二零三零二零四零 才定這些政策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是已經趕不及的了 例如我們看到長者的醫療 如果我們今天不訓練更多的醫生護士的時候 到時長者多了 他要求的醫療服務是大了的時候 他是不是跟那些年輕人去爭呢 所以呢 訓練一個醫生護士是要五至十年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今天就要起第一步 未來我們長者多了 其實我們更加看到那個老退化 或者老人專科呢 是更加需要 現在的訓練就要開始 我們看到現在長者很多時候去看牙醫 政府就說不夠牙醫 於是乎呢 就只有兩樣而已 指痛和剝牙 剝到長者沒有牙 你只可以吃流質的 未來我們是不是應該以人為本 我們看到長者的需要 我們是有其他牙科的服務 今天就要訓練更多的牙醫 我們每年大概五十個牙醫畢業 但是我們現在的需要 大概是得二千鬆一點的牙醫 我們七百萬 但第二天八百萬的人口 是不是就靠這二千到三千的牙醫去服務呢 所以這裏都是今天如果不走第一步呢 到二零三零四零呢 我們是面對很多的問題 長者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講住屋 我看到呢 現在的房屋政策呢 是沒有特別為長者和他的家 是配套很多 雖然有一些叫做樂安居的扶設 但是呢 第二天呢 是一個父母 他和子女呢 他是服… 是服… 是服… 即是他要照顧上 是… 男方、女方的父母 即是說 他有四個老人家要服侍 那… 那是不是他… 是… 住在一區 另外… 另外兩… 兩邊的老人家呢 又在另外兩區 那要走來走去呢 那… 所以這個住屋 如果我們今天不去想多些呢 那些… 就是… 勞動力呢 就很辛苦 因為他要照顧長者 又要照顧自己的子女 長者退休 不只是留在家裡看電視的 他們是很多… 沒有電視的… 是… 沒有電視的 沒有那麼多選擇 其實長者是可以… 利用他那個… 就是… 餘閒的時間呢 去幫社會做很多事情 所以長者的義工的發展 是很重要的 那… 所以更多的長者的社區中心 和老人中心呢 是要在不同的區域呢 是增加的 那… 如果要增加這些中心呢 今天我們就要開始訓練更多的社工 好了 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 去優 究竟他那個強積金 夠不夠生活 他的儲蓄夠不夠生活呢 我們今天是看得到呢 那幾條豬柱呢 基本上是生蟲了 了 所以我們是要求 未來是一定要有全民的退休保障 那… 那…雖然今天 司長都有提退休保障這個詞語 也都說呢 他應該… 即是… 未來應該是在另外一個場合裏面 再討論 我相信他是講扶貧委員會 但我… 我自己看呢 如果政府只是想退休 不是用全民退休這個概念呢 未來的那些長者是會分化 即是說 第二天退休呢 就是需要… 你如果… 你吃光你的… 所謂… 呃… 強積金之外 你就需要… 可能問政府拿錢 而那個就是要有… 這個… 資產審查 那…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究竟… 等於現在一樣 那些長者願不願意去拿中援呢 其實有很多合資格的長者都不去 那…如果不是全民的話呢 是有一些… 我們叫做… 就是… 就是… 一些… 在長者身上的呢 他們未必會用這個角度去拿 他們應得的退休保障 所以我們覺得 全民退休保障這個概念 一定要… 未來我們繼續… 爭取和討論 而不是… 在… 今天… 就是… 司長正是說退休保障四個字 那…當然 最後就是講回退休年齡 退休年齡 我相信現在呢 就… 商界裏面完全沒有退休年齡的 做得就可以了 但是政府或者一些… 這個… 這個… 公營部門是有的 那…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六十歲 我們現在講的 都是說六十五歲 是不是一個適當的數字 於是乎呢 我們認為… 延長的退休年齡 是有個需要 但是呢 應該那個… 那個… 那個… 取捨呢 是在一個員工身上 不是一個硬性的… 即是65歲退休 即是說 他六十歲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 繼續做到65歲 或者60歲他已經可以退休了 所以工黨是支持退休年齡可以延長的 就… 但是那個選擇團佬 就一定要在這個… 就是… 工人那裡 那… 還有就… 比如說給個例子 大家… 其實現在65歲以上 就不可以在那些… 那裡做保安員 那… 其實這個也是對… 那些保安員是… 是… 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們如果… 就是現在沒有退休保障之前 他們真的需要出來做事 但是當然如果有了退休保障 我們也希望有個誘因呢 是令到那些人 不用… 就是… 真是做到老、做到死的 我們… 但是… 這個選擇 也都是在那些長者身上 也都是我們反對任何年齡歧 比如說那些… 航空公司現在是… 規定55歲要退休 這些年齡歧的做法 我們也是反對的 這各一類部作用的 方法 來表現 釋放過 性iban有關 асс and therefore the whole framing of the problem of not enough labor force is of course there, but the solution is completely inclined towards the needs of the business sector. We believe that if we want more workers to come to the labor market, we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women's employment problem. They cannot be employed because there are no support service in the child care sector. So if there are enough child care, then they can come up to work. Also, if there are more regulation of working hours, then at least there can be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life, family and work. Then I think that can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come up to work. But all these solutions are not being tackled by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t seems that they all want the solution of importation labor, and I think that is disappointing. What about the timing? The four months? No, not the four months, but the timing of bringing this consultation paper now. I think the timing to bring the consultation now because I think there are lots of fries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wanting to importation of labor. So I think they hope that to open up this debate through this framing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opulation policy. But actually, I think their wish list is, of course, just to have importation labor. I think that this is disappointing, and we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solution to bring out more workers to the labor force. Why bring this consultation paper before you brought a consultation paper on universal suffrage? I think, of course, the reason that there are two consultations, one of population policy, one of universal suffrage. I think, again, it's the whole mentality of CY Leung that, you know, everything, democracy development can be put aside. Let's tackle the so-called livelihood issue. But, of course, we don't agree to that. And the solution to life-just-like livelihood issue is also not the right direction. Well, I'll put the nationalistic blouse up for all of those people. Because it's not the right direction. Because it's got to the politics. Well, I think I'll put it on a piece of people, because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Have any questions? I have a question. And I have to ask if you have to ask people who are you sending all of their Abbott, 당신 that has to be a traitor. Yeah, I was trying to ask you because this question is not going on a minor issue. And, the other thing you might see it is not going on a minor issue now. That is, you know, it's more commonplace. I know you are not going on a minor issue. You know, you should not be positive. 而機制的處理就是確保本地勞工的利益受到保障 即是既然現在有一個機制去處理輸入外勞的申請 要確保人工和本地勞工一樣 又要確保經過一個程序勞僱會去同意 既然已經有這樣的程序 為何要拿出來說要重新去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他們就簡單講 他們就是想用一個快的方法 一個捷徑的方法去輸入外勞 我打死也不相信是不會損害本地勞工的利益 因為現在已經在保護 但你要打尖 更有一個捷徑 我覺得這個目的很清楚 其實一定會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和工資 這個也是我們擔心的地方 還有現在輸入的優材都不是頂尖 即是很高身很特別的優材 有些是普通中層兩萬多元 其實這個一定是損害了大家 香港畢業生的就業機會 好嗎 OK 謝謝 好 好 不好意思 1 2 1 4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